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复杂的猫咪三角关系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猫哥哥波波霸占了家里唯一的公主是高档雷斯豪华猫窝 咪咪子弟弟看到了之后也想进去享受一下 怎么知道居然被打了 之后咪咪子不停的在猫窝边缘无极限的试探 最后还是妥协了 躺成这样子 这样子和这样子 躺的时候还是不甘心的试探了 最后还是失败了 本来两个小机友就这样很开心的睡着了 几分钟之后的我妈突然叫走了咪咪子 然后阿门妹妹居然就过来了 然后她居然是直接 直接就进去了 接着一幕就是情意缅缅了 怎么知道咪咪子又回来了 看的是一脸懵逼啊 妈咪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给我进去咧 于是咪咪子又开始不断的攻击猫窝的四周 试图把这的狗男女给轰出去 但是里面的情意缅缅 完全没有理会外面的单身猫 当咪咪子妥协向我们头来无助目光的时候 我妈我妈居然放大招了妈咪 她把咪咪子硬生生的塞了进去 波波哥哥终于被逼出来 正当咪咪子带着胜利的微笑 看着凄惨的猫哥哥以为自己可以情意缅缅的时候 阿门妹妹居然出来了呀 这个时候还是剩下可怜的咪咪子一个猫呀 在这个情人节关键的节日 单身猫最后还是单身猫 已经没有球的咪咪子只能独自在这里玩球了 大家情人节快乐哟